哈喽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日本买回来的两台游戏机 那首先呢就是这个市价系列啊 7000日元加上3000加上3000也就是13000日元 月合人民币的话除以一个20就是650块钱 那么这个还要加税啊 所以700块钱左右 那看一下这几个东西啊 一共就是这三样 底下呢就是这个GBA以及后面的配件 它呢是一体的 这个大家再看啊 那市价的这个机制啊 他说是本体机制是OK的 那个声音是没有用的 那我也可以接受对吧 毕竟接一个耳麦就可以了 整体成色呢我个人觉得还可以吧 像这种成色呢在 鲜鱼如果是好的话 那最起码能够卖到五六百块钱 OK我还买了一个游戏卡 这个游戏卡呢也是挺便宜的 可能500日元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TV的配件啊 有了这个TV的配件 这台游戏机的可玩性就提高了很多啊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放大镜怎么用 我们先来研究一下 放大镜呢 其实刮花的程度还是挺高的 有点花 因为它是一个塑料的放大镜啊 并不是玻米镜面 那么这个应该是这样子卡上去了 哦就这样卡在上面 然后这个 就这样 后面还少了一颗螺丝啊 本来是可以固定上的 哇这样子画面感觉放大了很多啊 可玩性直线上成功了 那么这个东西呢号称是电老虎 为什么呢 我们打开电池后盖 三颗 再加上三颗 也就是这个掌机 需要六颗电池啊 装完电池 我手不自觉的就往下坠呀 这 太重了吧 而且 特别的大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重量 达到了晶能的510克 也就是一斤 要知道那个时候最流行的是gameboy 这个外号已经叫做砖头机了 它呢 对比一下大小 相差多少呢 成点点的重量 又相差多少呢 gameboy呢 加起来也就只有289克 那么可以说GB可能是个空心砖 这个呢是实实在的大砖头 不过它呢屏幕要大点 而且是彩屏的 我们也能冷对吧 现在来开机看一下 诶 它亮了一下 哎呀哎呀兄弟是不是要插卡呀 你看啊 只能亮一秒钟啊 这个情况呢肯定就是电容有问题了 这个30年的小玩意儿 桌多少少都会有点问题啊 这这这这 这个咋整呢 我们多开几次试试看 哎呀 哎呀 好家伙 整一个翻车啊 兄弟们 有点赞吧 都已经翻车了 下面一个应该不会翻车吧 其实呢 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它会不会翻车 先试试看啊 先试试看这个 TV的外设 它能不能用啊 这个它有个卡扣啊 直接卡上去 你别说这个样子还挺酷的啊 然后天心拉出来 哎呀帅呀 那个时候呢 既能打游戏 又能看电视 强啊 不过 回头再研究研究怎么修它吧 那这一个呢 就已经是翻车了 还有啊 这两台MD呢 真是 橙色 掀不出啊 特别烂 而且 它呢 螺丝都少的 其实是被人家拆过的 就 我可能觉得大概率是修不好了 这两台平台呢 也不太行 又翻车 不光是这样 这个相机 这索尼的相机呢 其实看着外观挺好 但是 它被上帝蒙蔽了双眼啊 你看 这卡住了 手拨一下 才能打开 哎 拍一张 拍一张倒还好 连张了 这个CCD的效果呢 到时候 五台六台 CCD 一起给大家做一个视频啊 那收回去倒还好 打开的时候 每次都卡住啊 然后就是这个小车子啊 又翻车了 真的 我真服啊 我电池已经上完了 这边的开关打开 遥控器呢 是会亮的 但是没有用啊 这东西 太久了 这个东西有小20年了 就是可以看到这个电池超呢 童秀已经修得非常厉害了 不光是这样 可能里面 我打开修 修理一下 看一下里面的电路板有没有什么问题 123开 估计这个电容已经坏了 这东西没办法 有电容的话 这几十年 肯定是 工作不了了 看着这个小天线 还挺完整啊 好吧 这就翻车 所以最后 只能做一个小摆件了 第二个外设也挺好玩的 对吧 它呢其实就是可以把 GBA的游戏 放到 彩阶 或者是 叶金庭 或者是 大彩店上玩啊 而且呢 这里 还有一个画面 还有一个画面扩大 也就是可以把GBA的画面 扩大两倍啊 那主打一个大平 玩的爽啊 它呢 其实是 安在这个GBA的背后的 拆开了 耳塞 打掉之后 就是这样的东西啊 这个是信号输出的吧 这个是供电的 那上面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电源接路 它这个线啊 特别长 有两米多长啊 然后 它还有一个 S端的接口 好家伙 那真是 特别清晰啊 那也是有这个 AV线啊 两个音频 一个视频 那首先呢 咱们看一下这个GBA有没有用啊 开机 哎呀你看 我怎么说来着 能就是没有说 一直倒霉的对吧 听一下这个声音 哦 就这一声 特别爽啊 那么我们插上咱们的国产龙珠大帽鞋 哎呀这个画面 我找了角度找了好久啊 这个不错 打打打打 按键手感真的是非常的好啊 把这个龙打掉 走你 没有问题啊 顺滑 OK那么接下去呢 这个小推荐应该是没啥问题的 这个口要对上 然后把这个 耳机给它接上 然后咱们现在去连一下 夜行显示屏 OK现在呢 我已经连接好了 电源我猜是5V0.5A就可以了 信号忘记插了 插上去 应该是黄色的或者是白色的 这样 这样 重新开启一下 哎兄弟 不要管我啊 老是翻车 这就是我视频的节目特色吗 大家喜欢关注我都是因为我老翻车吗 你看 没有任何反应啊 这个东西呢是接近 六百块钱啊五百五十几的一个人民币啊 就如果是这种橙色GBA的话最多也就三百块啊 但是 我这又亏了两百五 你看 别人的视频 是同时亮的 那咱们这个最起码 也要亮一个吧 这个灯是亮了 而且我这个声音也是没有的啊 就是音频我已经插上了 行吧 要么拆开看一下 虽然咱也不懂 但是拆开 随便倒腾倒腾煮风煮装 有可能就会好了 能不可能一直倒霉的 OK现在已经重新组装上了 希望呢就在这最后一秒啊 然后 这个已经插了 像这种线我都换了好几次了 无论哪一个是视频输出 都试过 最后我们见证奇迹 一二 还是一个两样子 虽然我已经预料到 但是 难免心中的 小小时光 烫电 那么刚才呢 我们测试的这个灯是会亮的 也就是供电没有问题 那主要的可能就是这一部分有问题啊 我们把这个配件和机子 连接的拆开就可以 OK那么我们现在打开 哦 其实很简单啊 就是 这一个 视频输出的线 拉了一根出来 到这个转接口上 这排线也没有问题啊 而且这个好像 证明了这个GPA啊 其实可以接两块屏幕的 直接变成一个双屏GPA 差数问题啊 那这个东西我们拆掉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完了拆不开啊 因为它这里呢 直接是用502浇水浇的 后面这个区域也是啊 只能大力出奇迹了 感觉这个东西修过啊 所以说 大概率又是翻车了 我看一下这里面的东西呢 我肯定是修不好的 算了算了算了 我们还是 先给它转回去吧 有些时候呢 只要重新安装一下 它就会变得好了 祝我好运 然后我又拆了另外一台GPA 我想组一个双屏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这个呢 它只有一边有触点 另外一边呢 没有触点 又白搞了 所以说 这次的视频呢 猪打两个字 反车 好吧 那么这是我视频的常态 没有问题啊 如果是 有新的 配件 我也是会给它搞定的 等着我 搞定它们 那么这边大家 喜欢的视频 记得评论点赞关注 拜拜